你的果树是不是很多这种枯枝 虽然上面长得很旺 但是这些枯枝都很多 那么这些枯枝你会把它及时的剪掉吗 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将 我们种果树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某些枝条会突然间枯萎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像这种突然枯萎的果树枝条 一般情况是属于须根型的果树会比较多 主根比较强壮的一般很少出现枝条突然间枯萎 那么这些枯萎的枝条很多朋友都是把它随便放置 或者等到秋天的时候才一次性的修剪 但是您知道吗 如果这些枝条长期的在这里 您会发现您家的果树是明显减长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枝条虽然枯萎了 但是它还在不断的损耗您家植物吸上来的营养 它就像一根吸管一样不断的把那些营养给损耗掉 我这个金菊呢 养在这个花盆里面呢 已经大概有四个月左右 现在上面在挂果 而且长出很多的嫩叶 但下面也很明显的看到 这里有很多的枯枝 像这种枯枝呢 我建议大家有条件一定要把它及时的去掉 为什么要去掉 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它您即使不去 如果不去掉它呢 它其实是还会不断的损耗您家植物的营养 而这种损耗呢 本来是可以拿来促进开花结果的 但是呢 却浪费在这些枯枝上面 所以呢 剪掉这些枯枝 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等到秋天的时候呢 才剪这些枯枝 通通剪掉 关于果树能不能修剪 在夏天能不能修剪呢 这是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问我的问题 其实您知道吗 像修剪枯枝霸叶一些老的枝条呢 我们是不需要爽择时间的 随时看到了都可以进行修剪 那么到底秋天我们要剪什么 其实秋天跟平时我们的修剪不一样的是 一般情况的秋天我们是重剪 把所有的枝条做一个大范围的调整 无论是挂果枝还是非挂果枝都进行调剪 这个是秋天的重剪 但平时我们修剪呢 就剪几种枝条 一个是枯枝 一个是老枝 还有一个是枝羊枝 这些枝条都要剪掉 剪掉的时候才能让您的植物长得越来越旺 枯枝呢 大家应该都懂了 就是一些枯萎的枝条 那么老枝呢 老枝就是上面已经挂过果的枝条 这些就属于老枝 那么什么是枝羊枝呢 您看在枝条下面这些长在一个不应该生长的位置 这样子的枝条互相之间形成遮挡 然后让它们之间没有办法去进行光合作用 您要知道 植物想要长得好 光合作用是最关键的 如果连光合作用都没有 那凭什么让您家的果树挂满果子呢 像这一条您看就非常粗壮了 但是这一条就没什么用了 把它剪掉 这种枝条您可以拿去扦插了 非常的粗壮 你定时的学会修剪您家的果树呢 您就慢慢进入一个高属的级别了 其实高属养花跟我们的差别呢 就在于修剪上面 大家都懂得施肥 大家都懂得如何去配土 但是呢 修剪上面呢 是一个很好的学问 所以无聊在家的话 我建议大家有条件 一定要学会帮植物进行修剪 尤其是那些枯枝 不要让它像吸管一样 不断的吸掉您家的营养 记住了吗 好了 今天罗说到这里 我是佛山阿花酱 感谢大家 拜拜